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Honda Malaysia 开始为它全新的车款 Honda City Hatchback 造势 而且越来越多的车辆官方资料也被公布 大家对这款全新的先辈车有没有兴趣呢? 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聊一聊这款即将登陆我国市场的全新车款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影片哦 在之前一个 Honda 的官方生命中 他们已经确认了 City Hatchback 这款车 这款车将会取代 Jazz 的地位 而事实上 Jazz 也是我国市场最畅销的这个热门先辈车之一 从 2003 年上市以来 它全区马拉的销量呢 超过了 12 万 2000 台 所以看出 Jazz 在马来西亚确实很受欢迎 而这个 City Hatchback 要怎么去取代这一根 Jazz 呢? 这款车用了非常多 Jazz 的特性 例如说大空间设计以及非常灵活的后背座椅 它延续了 Jazz 的 Ultra Seed 设计 总共有四种模式 我们可以从 Honda 官方的影片看到 如果说你要把一些物体比较高的东西放在车里面 比较大的车门开口 还有可以折叠起来的座椅都让它实现了这些功能 例如说这个影片 BBQ 的炉轻松的就可以放到这个车里面去 是不是很神奇呢? 除此之外 它还有其他三个模式 甚至可以让所有的坐椅倒屏让你躺在车里面休息 所以说这台车其实还是一台蛮不错的休闲车 这台车瞄准的族旋同样的跟 Honda Jazz 是一样的 主打的是可能单身或者是小家庭人士 但是对空间有一点点的需求 这款车的尾箱空间同样的非常的出色 但是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详细的公升数 但是我们相信最少都会有个接近400公升的表现 加上它可以做64分离以备倾倒 还有多种折叠的方式 让你不管是要运载大大小小的物品 都是轻而易举 除此之外 它大量的细节都是跟City Sedan一样 包括了 顶级版有全摇一粒的头灯珠 还有非常炫目的3D微灯珠 这些都是吸引年轻人的元素 不要说年轻人啊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台车的设计 尤其是RS 版本 运动的格调非常的强烈 不知道你们对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有什么看法呢 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讲这辆车的使用配备了 它基本上它的内装设计跟City Sedan是一模一样 所以它们的使用性才同样的高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8寸的出屏主机 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而且用起来非常的流畅 至于USB的接口下方也有一个专属的手机位置 你在连接Android Auto 或者是Apple CarPlay 之后 手机可以直接放在那个格里面 并不会占据空间 不过只有顶级的RS 版本才会配备 电子手刹车 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 剩下的配备方面呢 车系最多会拥有6个气囊 全车系标配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ABS EBD 等等 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至于在安全配备部分 它跟之前的City RS Sedan是一模一样的 具备了Honda Sensing 例如说 前方撞击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阵自动调节 车道偏移和车道维持辅助系统 还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但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是不带Stop M-Go 功能的 还有一点就是 City Sedan 刚刚催出的 V Sensing 版本 暂时我们在City Hatchback 上面看不到 引擎的部分呢 其实我之前有一点点小期待 这次Honda Malaysia 会不会给我们惊喜来一个VTEC Turbo 引擎 但是实际上它的引擎配置还是跟City Sedan 一样 就是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 公升的IMMD 引擎 IMMD 引擎的话 大家相信已经非常熟悉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109PS 可是峰值扭力表现达到了惊人的253Nm 目前Honda Malaysia 并没有公开这个 官方的0-100加速成绩 但是我们以泰国版本为参考 它的0-100加速是9.4秒 如果说在这个同级的日系鲜飞车里面 这样的加速性能实际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而普通的版本呢 采用的是1.5 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21PS 峰值扭力 145Nm 严格来说这个1.5 公升的自然进气版本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也不差 对于一般的日常行驶或者是跟朋友出门交游等等 它的动力表现都非常足够了 但是RS 版本主打的除了强动力以外 还有一个节能 所以就看你们的需求到哪里 给我的话 两个我都要 上一代的 Honda Jazz 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热卖 主要的原因是它 CKD 的方式 让它的价格大大降低 而这一次 City Hatchback 如果要延续这个 Jazz 的辉煌 那么它的价格势必要非常的优优式 但是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定位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年发布的全新一代City Sedan 价格实际上跟上一代没有相差太远 那么这一次City Hatchback 的价格会不会跟上一代的 Jazz 相差不远呢 让我们看下去 而且官方也确认了这款车确定会在今年年内发布 所以我们就等待官方发布 给我们价格上的惊喜吧 你是不是也对这款车有兴趣呢 实际上这款车目前已经开放预定了 你也可以前往Honda各大的展示厅询问一下详情 或者游览Honda的官方网站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关于City Hatchback 的 简短影片 如果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别 regard 我们下一次 musical 开玩笑 我们下一次 ин ат arche 感谢观看